大家好,我是Bonnie 今天和大家去一間超人氣的韓式咖啡店 這間cafe在溫哥華已經有一間了 它有一間在Burnaby,Metrotown附近 然後它也開了一間在Royal Station附近 是專門賣Bakery的東西 現在越開越大,開到Cocquatton 我今天就來這間cafe的新的地點 就是Lavoret 它是在Austin的位置 這個位置,其實巴士來 我自己覺得也不算太難去 都可以的,它前面就已經有巴士站 而我想開車來的唯一點就是 拍車會很難拍 因為它很少位的 但是我覺得對比起Burnaby的地點 它的拍車位也不多 都是靠那條街的街位去拍 Cocquatton這個地點 它的街位就不算多 所以如果你要拍車的話 要不就早點來 要不就要拍遠一點走過去 先前已經試過上來幾次 但也超級多人 所以今天就選一個星期日的時間 我自己一個人來 要不然平時可以跟老公一起來 但今天就自己一個人出來 去享受一下一個人獨處的時間也不錯 好熱啊 果然新開 所以這裏超級多人 進來我感覺其實這裏都 比起Burnaby的那間 是比較小的 但其實第一次進來的感覺是很吵 現在我就排隊了 但是排隊的位置呢 就放了很多的麵包 你可以拿 有一個克文蚊的croissant 另外一邊 都是放滿了很多不同的甜品 嗯? 我終於拿到我的食物和飲品 我就點了這個 非常之特別的 Black Orange Croissant 我之前也有吃過Croissant 但是是小版的 不是那麼大塊 有些怕其實它很軟 它不是脆的 另外呢 我點了的飲品就是 現在被我當作腳架的 Ice Americano 一進來的時候 它已經整條隊都有很多麵包 很多不同特色的東西 它都有很多不同的甜品 我覺得它價錢也是偏貴的 每一款都至少是7元以上的了 那它的麵包類就會便宜一點點 但雖然說便宜一點點 我也覺得是貴的 敢不敢跟朋友一起夾壞 一起吃幾個 然後share一個錢 可能就會值得 但如果一個人的話 我覺得是有點貴的 讓我先試一下這個 嗯 它是軟的 外面 就這樣試了Cream 吃東西之前最重要的環節 當然是上機吃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這個App 是由一個韓國的網紅去設計的 而裡面所有的Filter都非常之寒 也是因為這樣 我決定給錢去買這個App 無論是復古還是偏奶茶色系的Filter 拍完出來之後 也是有一種屬於韓國調色的效果 而在主頁那裡 也可以看到這位韓國女生 怎樣用這些Filter去拍照 然後你可以用同款的Filter 拍屬於你自己風格的照片 嗯 它的Cream是好吃的 它不是很甜的 嗯 好吃 它的Crofin是鞭韻型的 它是不會想開東西 加進去之後 它的外面是砂糖 所以剛才切下去的時候 也有脆脆的聲音 它是我的意料之外 它是好吃的 它的Cream夾它外面的有砂糖的Crofin 是酸甜酸甜的味道 它沒有令我覺得很膩 但是它那個Black Croissant 其實它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它是一個Croissant 但是它是黑色 但是它混在它中間那個橙味的Cream 我覺得是很好吃 因為它橙味的Cream不是死甜的那種 真的很濃的橙味 酸甜酸甜 我覺得就算我一個人吃 現在可能胰脂上了 但是我覺得就算我一個人吃 我是吃得更曬的 另外一個小塊一點的Cheesecake 或者士多啤梨蛋糕 都7.75元 跟這個價錢一樣的話 我就會想選一些特別的東西來試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 有點孤獨感 很多人出來都是 一組一組人在那裡聊天 如果你自己一個人來的話 桌子的選擇就只有中間而已 旁邊靠窗啊 靠那些畫啊 那些地方呢 它全部桌子都放著 是一定要三個人或以上才可以坐桌子的 所以我說這個是可圈可點的地方 對於一大群人來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來的 但是對於一個人來的時候 可能你有時候也會想坐一些靠窗的位置 那這個就沒得你選了 而另外呢 其實這裡的菜單 它除了剛才你看到有甜品 或者包類的東西買之外 其實它是有brunch的菜單 又或者是有dinner的菜單 而那個菜單 其實我看Bernabee的菜單 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Bernabee的菜單 我有吃過brunch和dinner 我自己覺得它的價錢 就是Earles、Joey的價錢 我會不會用那個價錢去這裡吃dinner 我覺得我未必會的 那dinner的價錢可以再低一點點 但是如果我今天是說我全天都在這裡 我又下午吃完brunch 開始坐在這裡做事 然後再跟朋友吹吹吹吹 吹到晚上吃dinner的時間 我們都不想離開 不想找個別的地方的話 我就會說我會一起在這裡 叫個dinner吃 它這裡開門開到10點的晚上 也是跟Bernabee那間分店一樣的 但是我曾經試過跟朋友 聊天聊得太久到吃dinner的時間 所以我就叫了個dinner來吃 但是呢 給錢的時候我一刻心痛 我已經自己消滅了整個Crawvin 被我老公知道 鬧死了 要走多少日步 才可以減回這個Crawvin的卡路里出來 我覺得真的挺好吃 我原本以為自己不會吃完整個 但是其實真的吃完整個之後 覺得它不太膩 而且它的奶油真的很好吃 是酸甜酸甜的那種 挺推薦如果大家來嘗試它的甜品的話 可以點一下這一款來吃 這一間La Florec的外型 其實跟Bernabee那間都是一樣的 而進來我覺得這裡的裝修 可能因為這裡的環境比較小 比起Bernabee那間 它少了一些工業的風格 我覺得它也有的 在長身的位置 但是整個感覺我覺得 比起Bernabee那間更加柔和去用的顏色 它整個感覺的色調 都是比較木調的風格 而且它依然保持那種森林 有很多植物在這裡 其實我覺得在這裡讀書做事 真是一流 因為做一陣子你就可以看到綠色的植物 另外我也看到很多人 是來做事的自己一個人 或者一群人在那邊拿了一張桌子 大家坐在這裡 沒有人一部電腦在做Project 我猜現在這個時間應該是 Midterm 我也不太記得 一些時間 但是來這裡讀書 記得你的電腦要充足電 因為這裡是沒有電源提供的 它沒有寫限時 我記得Bernabee那間 是有限時 你只可以坐兩三個小時 再不然的話 你就要帶出Potable Charger 這個時候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的LAPO充電器就很有用了 另外 剛才坐在這裡吃東西 又做了一陣子 我覺得這裡的歌是真的比較吵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裡的環境比較小 對 人聲加音樂是全部混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這裡其實做事的話 可能真的要帶自己的耳機來聽自己的歌 另外一點我覺得是因為 因為每個位置之間 比較近 比較窄 所以 也可能令到聲音很暫中 就會覺得比較吵 週末 可能這裡會比較爆 比較多人 我也會建議大家早點來 一來是泊車位 二來就是 這裡的空間 沒有Bernabee那麼大 所以你只有早點來爆 我現在要走了 我去探索一下 如果前面這裡 這六個位置已經拍完的話 是可以去後面街拍的 去完Lavaret之後 如果大家還想去吃東西 其實是剛才在Lavaret那裡 在那裡吃dinner也可以的 但是這條街 Austin它也有很多好東西吃 在Austin這條街上 其實有很多東西吃 所以如果你不在Lavaret這裡吃dinner 或者你吃完其他東西 再來Lavaret吃甜品也是可以的 如果想做一天約會行程 只要在這裡繼續走上少少 在Austin這條街 無論你想吃麥當勞 披薩 韓國菜 日本菜 意大利菜 等等 真的什麼都可以選擇 只要走上少少少這條街 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選擇 不過這條街 就沒有特別小店走 前面有一間花店 也有一間正值裝修中的Safeway 如果裝修好 可能可以一起去超市 而這條街除了Lavaret之外 還有另外一間cafe 叫做Coffee & Fenelic 這間也是另一間 收藏在我的cafe 地圖之一的cafe shop 下次再跟大家去看 希望大家會喜歡 這個打卡cafe的系列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就不會錯過這個系列最新的影片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BYE